与顾未和女主的爱情一样,以你为美的最幸运的幸运iTunes上线后,即进入全球榜单第47名,并同时登上泰国榜单第二名。 用轻柔温暖的歌声远每一颗渴望爱,拥有爱的心灵,肖战最幸运的幸运,是这个春天最动人的韵律。 余生,请多指教剧情越来越精彩,吸引来的观众也越来越多,目前已经实现三天破一,单集平均关注度达1.01%,故为十天持续登顶剧集角色新媒体Top1,播放量更已破17.3亿。 在我印象中,偶像剧适合十几,二十几岁的观众看,演偶像剧的演员也要青涩,纯真才能演出那种对爱人的痴迷和执着。 年龄大了,有了沧桑感,在演这类问世间,情为合物的偶像剧,就很违和很矫情,让人难以入戏和共情。 肖战演于生请多指教时,显然年龄偏大了些,但全程看下来,竟不让人觉得尴尬和油腻。 肖战饰演的顾卫,与其本人年龄相仿,每当他凝望女主并把她拥入怀中,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时,虽然明知是演戏,心中仍免不了被深深打动。 肖战也给我这样的感觉,只能说肖战何其有幸,顾卫何其有幸。 肖战在最好的年龄,最佳的颜值状态,遇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角色,他就是书中走出来的男主角。 肖战更用自己的阅历和理解,赋予男主角更多书中不曾描写的东西,让这个角色更立体,鲜明和饱满。 以后很难再看到眼神这么澄澈。 单纯的肖战,在一部剧中肆意地谈一场天荒地老的恋爱了吧,他会尝试更深刻,更有意义的题材。 顾卫将是对他演技的一个磨练和考验,也是他演艺之路上一个依颜值、依品、酥感和演技让人念念不忘的角色。 而这样纯净如一滴水的顾卫,对于喜欢他的观众来说,弥足珍贵,肖战超话。